11票赞成 9票反对 1票弃权 蓬佩奥惊险通过国务卿提名的任命案 让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出乎意料 外界原本评估 蓬佩奥的任命案可能无法通过 如今意外的表决结果 主要是因为原先表示 会投下反对票的共和党籍议员保罗 在表决前最后一刻 宣布获得总统川普与蓬佩奥 在重要议题的承诺 因此转而支持蓬佩奥 美国媒体日前揭秘 蓬佩奥密访平壤与金正恩会晤 川普事后也在推特上证实这件事情 并表示一切顺利 正在敲定峰会的各项细节 蓬佩奥如果能顺利上任 首要任务是即将召开 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世纪会晤 参议院大会稍晚将召开会议 表决现任的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蓬佩奥 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人事任命案 预料能顺利过关 蓬佩奥上任的首要重责大任 将是被受瞩目的川金会 外界将持续关注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